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5月8日 5月7号的时候,王林青被宣判14年 判了14年 这个是作为中国最高法院的前法官 受贿10年,非法窃取国家秘密罪 判5年,两罪并罚,判14年 王林青是弄到了 这个案件已经是19年的时候 他是搞了一个电视认罪 电视认罪的画面上就感觉 这人已经被打的,折磨的 说出这种话就说 我对这个组织有愤怒 所以做出了偷案卷的什么 这个是偷卷宗的这种事情 就对组织的愤怒什么什么 说出这种事情 其实这种东西 这个电视认罪也很低能 就包括5月7号他的判刑 他说他受贿什么 然后具体的他说怎么去偷案卷 说借阅骗取案卷材料 然后偷牌怎么怎么这些屁话 就跟事实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 他这个案件基本上就是民企被政府抢夺的一个 基本上千亿人民币规模的一个矿产资源的一个事情 就是政府发现这个矿这么值钱 那就不跟你民企合作 不跟你分钱 我政府全拿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事情 那这个王林青 这个作为一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他有没有收贿 他肯定也收贿 肯定是跟这个民企叫凯奇莱公司的律师 然后负责人这种法定代表人 这些人去收他们的贿赂 然后去帮他们去审理这个案件 希望能把这个矿从政府那边抢过来点钱 就是这么点事情 还有牵扯到崔永元的事情 因为他跟崔永元录了个视频 讲了这个案件的一些事情 但这个案件基本上跟普通人也没啥关系 都是权贵 他们在争夺利益的一个事情 但是这个中国政府他还是做了个电视认罪 然后折磨人折磨了几年 你看这个王林青现在基本上是一个眼睛失明 然后这个腰和前列腺也有问题还是什么的 反正可能还剩口气没死 那基本上然后再给他判个刑 搞得好像政府是按法律办事情一样的 实际上仔细看细节 包括他电视认罪讲那些话 然后他之前视频跟他视频之前视频讲的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关系 那按道理说你政府如果跟民企签了有合同的话 那么你应该按合同来办 那政府后来就是肯定是先违约 不想给这个民企去分这个利润 那这个事情事实基本事实就这么简单 肯定是这样子 那那我中国共产党就觉得说这个国家都是我的 我拿枪杆子打下来的 凭什么分给分给你 这钱不是分给你是你像白捡的一样 你算个鸟他妈的你去打江山了吗 你牺牲了吗 你挨枪子 他觉得什么都是他的 中国政府就觉得这特别是像这种矿产什么的 那土地都是他的 现在觉得中国人连老百姓的命都他妈是中国政府的 你说他怎么可能给你分这个钱 但是他那个时候是这个08年到18年这段时间里面 中国基本上处在一个习近平刚刚上台 还处在之前那种改革开放 一直在改革开放 一直好像接触西方文化 好像要走向民主自由的那种状态了 搞的这种民营企业好像有一个 这个民营企业也是肯定也是代表的是 代表了一些这个政府的利益 但是他可能他他里面含有这个民营企业 含有这个个人资产的这个这个个人的资产的这一块 比较大一点 所以他有一种幻想 他觉得中国共产党可能尊重这个财产私有了 可能觉得觉得这个权力上的话就按法律 所以他就盯着这个合同 你给我签了合同的就必须得是我的 实际上这个民企如果这个合同里面 按着这个合同做 那他基本上像捡钱一样的 他这个就等于运气太好了 实际上这个民营企业 我觉得他实在是想的有点太好了 那具体你做了些什么 然后至于这个开矿啊 对这个环境保护这一块 对各种东西这一块 中国都没有什么法律的监管 你随随便便就可以把这个矿拿去开采以后赚取其中的利益 其实也不是非常的正当 所以我说跟普通人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反而我觉得倒是普通人常识更多一点 会再了解到比较全面的情况的时候 他会去了解一下比较全面的情况 比如说你住在这个矿的地上的 要把你家房子拆了 对吧 你肯定不肯 对吧 你肯定你管他妈的矿值多少钱 你肯定不肯 那我从小生活的地方 我祖宗 我爷爷奶奶都生活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的环境 是这个地方的一草一木一树 我都是都是我的 都是我很熟悉的 我很喜欢的 我肯定不可能说 把这个地方破坏掉 去把它矿踩出来 然后赚钱 当然也 当然也也是说 你生活的地方人肯定会稍微考虑一下这些东西 我就说这些东西的话 那对这个案件当中的 不管是民企还是政府来讲 眼里只有利益的人来讲 是绝对不会去考虑的 你可能生活在这边 知道你底下 你住的这个地方 底下是个矿 然后你就 你就 也是眼里 反正当一个人 只眼里只有利益的时候 是不会去想其他东西的 那这个案件基本上也是 两方都是这个眼里 都有只有利益的人 至于他说的 是不是只有王林青有罪 对吧 他是有 他是 他是有 肯定是有受贿 那么 那一边呢 对吧 他举报的那个 那个 举报的这个陕西的政府来 他们就没事嘛 也有罪嘛 对吧 他们也 也得去接受法律惩罚嘛 他们肯定也受贿了 不然怎么可能 那这些钱去哪了 这个矿 一千亿 你怎么花了呢 你敢不敢公布 然后政府又不透明 你老百姓生活 还是一塌糊涂 还是差 农村还是穷的要命 你没有任何改善 这个 这个用来去 去改善 把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的资源 这个国家的资源 到底多少 到了这个 这个 远陕西的这个常委 赵乐际这里面 赵乐际都没事 这些人都没事 这个最高法院 这个周强也没事 对吧 他们就没事 你这个判决 怎么可能让人信服呢 这个正常人看了 应该都知道 你怎么可能只判一边 对吧 这两边都有罪 如果你只判一边的话 那你连这个 连这个 最高的习近平开始 整个中国政府 就是一个犯罪集团 就没有任何的公信力 你做什么事情 而且你做的太粗糙了 你让王林青 这个电视认罪 你看看这个白痴都懂 他已经读过多少书的人 做到最高法院的法官 这个鸟样子 就说对组织有仇恨 那可能吗 他可能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他可能去做这么 简直就是一个低能表现的 这么多书都白读了 然后硬生生的说的 被这个王林青揽了所有的罪 所以这个 今天的判刑就是14年 那么这个事情也了了 也结束了 那至于这个 现在还是常委的招雷记 就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 其实 怎么说 这个 我觉得这个道 也没什么 就是美国政府 也会去掩盖 他的这个不正当收益 那他现在乌克兰战争 最明显的 他跟这个军火商的利益 这些利益集团 民主党跟这些利益集团 共和党肯定是要少一点 那民主党跟这个利益集团 去打仗 每个礼拜给个几百亿 要么武器 要么给钱 那这些钱都是纳税人的钱 你去哪了 就说送给乌克兰 那你具体给了多少 140亿武器 你说140亿就是140亿 普通的公民 不可能去买这个武器 说这个武器多少钱 那只有你政府说的算 你政府又是买家 又是卖家 你自己收了多少钱 谁能说的清楚 美国的政府也干这个事情 但是美国的政府他不管你 他给公民的基本人权 给公民自由 知道给这些东西 你看看美国也好 台湾也好 日本像日本 韩国这些国家也好 他们政府也都干这些事情 只是你没有证据 或者是说不出 肯定干 肯定也干的 就像政府去抢矿的钱一样的 你首先中国政府 他抢的很粗糙 然后中国政府还要限制 这些普通啥屁都不懂的 这些老百姓 让他们不要讲话 还要放这种 王立青这种 很低能的这种认罪视频 让老百姓 让本来已经很蠢的 被统治者 还要变得更蠢 这个就是发达国家 政府不会去做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有很大的权利 你说我给乌克兰的武器 你们哪个公民 你会去反对 对吧 而且你一个公民反对 没对的 没用的 必须大多数公民 集团结起来反对 这他妈多难 每个公民家里 每个老百姓自己家里 照顾孩子工作 采米油业 一大堆事情 谁怎么可能去搞这种事情 还团结起来 对吧 没有权利去干涉到 你政府去获取这些不正当利益 一定的不正当利益 但是你没有把它限制在一定的 你中国政府这样子搞 又把老百姓搞蠢 又限制老百姓言论自由 又限制老百姓的各种东西 给老百姓 又是高压统治这个普通人 你对这些权贵的事情 你去怎么搞 你甚至都不用给王林青这种人 搞什么电视宣判 电视宣判 你搞个这么粗糙的电视宣判 然后又判个刑 没人想知道那些事情 你一千亿拿去 你就拿去吧 你花的你抱二奶 你操累了的时候 你他妈分点好处给老百姓 然后让老百姓自由一点 你就算不分好处给老百姓 你让老百姓言论自由 你看那些言论自由的国家 起码这些老百姓 可以他妈的自己讲讲东西 就有人看 然后去赚广告费 赚企业钱不就完了吗 让企业发展起来 为什么让这个私有 让财产私有 让民企发展起来 你私有的这些东西 不是你政府的这些不正当利益 这些 这些你想去抢资源 政府一个国家政府 又像中国这么大 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政府 你本来就很多资源了 你还要去从老百姓那抢 这个我觉得是他妈的最过分的 就是最导致中国政府 必须一条道走到黑 这个是天理不容的 这没办法 你就是两头都要 你拿这些东西 你拿这些权贵的之间的利益 你拿就拿了对吧 没人关系你 你给老百姓自由 让他们自己去发展一些什么 也可以像日本一样搞一下AV 也可以去好好搞一下 这些言论自由 一旦言论自由了 那么出版自由 这种新闻自由 这些东西 这些都可以赚钱 赚的都是广告费 这些东西 跟你政府 抢这些资源 抢这些不正当利益 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老百姓生活好了 对吧 你不能两头都要 你又要这些巨额的 这些权贵征的这种巨量的这种财产 资源财 资源利益 什么三峡水坝这种 又搞又要这种 然后又要去高压统治老百姓 榨干老百姓每一个剩余价值 你这样做 不是天谴是什么呢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你去搞持续发展个屁 你搞持续发展 就是你持续抢你的 不正当的巨量的资金 巨大的资源上的 国家统治的权力的这种利益 你像美国一样也去搞搞这种 跟军火商勾结一下这种 这种洗洗钱什么的 对吧 有点出戏吗 搞得细致一点 你就搞这些 整天就玩这帮蠢的老百姓 被统治者 那肯定是蠢 我也很蠢 对吧 我也是被统治者 那你不至于把 不至于在高压的让他们更蠢 在洗脑的让他们更蠢 连个话都不能讲 讲个话还他妈得跑到国外来 你这个就是事情做的太绝 就是做坏事做的太绝 你政府都做坏事 每个国家都做坏事 那有的国家就比较 稍微比 稍微有一个平衡点在那 他做他的坏事 然后让老百姓生活要好一点 这他妈的就是好的国家了 不是说有一个天堂 天堂是不可能出现在地球上的 天堂只有你他妈死了以后才能去 什么是天堂 天堂就是政府归他政府去搞 他自己只要 只要不给老百姓带来太大的损伤 那你就去搞 你这些阴暗的事情你就去搞 对吧 你尽量的他妈的给老百姓带来点好处 尽量的给老百姓福利好 待遇好一点 现实不就是这样吗 中国人到 中国人人人都想去的地方 美国像这些日本韩国 这些发达国家 那些难民第一时间跑在国家 那不就是这样吗 对吧 他不是没有做坏事做的那么绝吗 嗯 每个人都想来ły 1802 简直在 diplomatic中 Reading Th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